除資了七分之一的一個海域 另外七分之六是海域除的 那原因為什麼我們除七分之一呢 是因為我們有一條海管是從台中海管到大潭上岸 來供應給大潭電廠的一道流氓基礎需要天然氣 那這海管它是在這個關心沼橋保護區的北有區、利有區上岸 所以因此基礎降低的營業水源處置了七分之一 那這海管本身呢它是埋在這個海床底下 那麼這是這個部分建作的時候 另外就是說在第三季度上這個開發案來講 剛剛提到我們好沒有新增的一個這個構造物 那麼但是呢畢竟還是有一個工業港外貨往後期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採取的就是這個北極呢是不興建的 也就是沿岸的部分呢它是南北的海水市流通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佈置情況下 去做了一個地形變遷的那種拙命 那麼模擬的結果呢並沒有想 並不會產生剛剛所提到的那種大的影響的所謂的土地效果 那只會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呢 會產生局部的清淤或者是局部的很影響的地方 那這個在我們的地形變遷的報告裡面呢 會有做一些說明的承諾呢 會在地形上做一個每年兩次的地形監測 來看這個變化的一個信息 那麼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就會啟動這個清淤的一些程序 那我上了 好 謝謝 請問各位委員還有什麼垂詢或意見 好 那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垂詢意識的話 那就麻煩我們申請人跟列請民眾就離席 我另外補充報告一下 就是說現在我們的委員 其實是政府官員跟民間委員各一半 定了政府官員比較多的這個狀況 我們剛剛提的問題沒有達到回覆啊 等一下委員會討論 有沒有處理 就是比如說白海屯的啦 這個部份徵當入委員討論的部份 我們不能聽就是 什麼 就是說開發單位不用回答覆我們就對了 坦白是不用 這是最後委員會綜合來討論 可是我們過去好像都可以聽到他們對我們這些疑問的 沒有 海省會同來不一樣 海省會沒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很早就可以走 好不好 謝謝啦 真的 主席 我是針對剛剛陳博士 他說 終於有使用他的東西 然後你 不然我們就請陳博士再買補充 不是 陳博士已經問好理系了 因為等於是沒有尊重陳博士 你就用他的東西 所以這一點我是希望你們尊重 不是 我希望你們尊重 所謂調查者 因為剛剛他舉手結果 我們主席不讓他講 我們希望下頭 當然可能也不會有下次 我們是希望所有的資料 你要使用人家原調查者 你要尊重他 是啦 我想好 我都了解 我想我們都有個別處理的精神 剛剛是委員提問他們回答嘛 那個陳博士是你們剛剛民眾成績意見的時候 你們表達意見的時間 這本來就是大家都有這個 就是因為宗友沒進化他同意 又怎麼說成功是調查怎麼樣 你們有進化他同意嗎 他有補充一個點 因為現在陳博士他 因為跟我們發表的關係 他沒有給宗友那個資料 但是事實上有很清楚的照片 宗友如果連一個一公尺多那麼巨大 都沒有能力找到 你跟我們說你們現在要蓋的地方 沒有發現才算都被共產 我們怎麼吸引你們調查 連一個這麼大的東西在海底的相對會有資料 我們不要再說 他有這樣的事情好不好 好 不要再這樣 所以主要是 而且鄭教委是說五月他才那個 等於說他自己還沒有去調查 他要等春暖花開的時候 他已經調查過了幾次的暖花 不是 他還是都一直用陳博士 這個就讓我們委員來討論好不好 就拜託麻煩 我們是 我們市長建議就是說 過去的例子我們在這個地方 都可以聽到他們直接回答 為什麼這一次就不行了 到底規則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也覺得很疑惑 我們政府的一個所謂的公開透明的 這樣的一個機制 在這個會議裡到底能不能被呈現呢 沒有啊 我們過去是可以聽到他們的答覆 現在就說不行了 就是因為主席換人的關係嗎 主席一直都沒有換人 是 但是上一次不是你在這個地方 就是專案小組的時候 不是你在這個地方 現在是大會嘛 就是說專案小組我們處理 戲的問題就處理 戲的問題 那你們就臨時性 臨時性的小東西 原則上我們大會就處理 專案小組抱上來領起 是我們大會的基本問題 可是也有請我們主席不是嗎 除非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的發行 好不好 白海豚的問題不嚴重嗎 這個我們待會兒會討論 對 我就想說 中油其實就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嘛 如果這個地方是有白海豚出現的 那你們要怎麼處置 這個是可以答覆的吧 就請中油給我們一個回覆 還有能源局 我也請能源局 給我們一個供需的那個數據 中油和能源局都會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請就要說一下 請就要說一下 今天體力也滿難的 謝謝 謝謝 這個其實在環境影響庇護階段的時候 各位公民團體所提的問題 在今天的會議裡面所提的問題 其實都是大幅相應 那首先我要報告就是說 在各位所提的問題裡面 有關於這個天然氣供應能的規劃 以及為何要蓋在觀察 以及呢 地形變遷 或者是突擊效應 這些等等呢 在環境階段 其實都已經做過討論 做過說明 那裡面有較大不疑見 所以呢 在審查的問題 最後才會決定採取 或者是議題來修正方案 也就是說 它的開放的規模大不疑小 而且呢 是侷限在既有的天區 不再新增加評估過照 那麼 同時呢 這個碼頭呢 也採取一案的一個措施 讓這個沿岸的人能夠自由的不同 那麼這個整個的一個 而且呢 對於G1、G2、G3區呢 頓控制是一模不開放的地方 能維持現狀 在這樣一個基礎下 整體的評估呢 它對於這個大不疑小 它的影響是輕微的 同時我們也承諾 財產座背後 它是一個法定保護的體會 我們一定是回應它 不會去破壞它 因此呢 剛剛所提到的幾個訴求 我做的結論就是說 大不疑小 它會留下來 那麼第二就是說 剛剛提到白海藤的部分 白海藤的部分在我們歷史的調查 以及環評通過以後 我們在現場的一個觀測 我們從來沒有 得到說這個海域 有白海藤的任何一個 行蹤跟訊息 大概我以上做這樣一個 整體的說明 謝謝 我們想請教的是 如果有 你要怎麼處置 是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相關證據了啦 我跟你講 你不能用一個聽說 有人看到 然後你都說如果有 然後要大家來做一些文言 那請能源局答覆我們下一個問題好不好 什麼意思 剛剛能源局 就是他們過去的調查資料也行 他們已經做了正式的報告 他們的資料是明顯的 自我矛盾的資料 不要再後期 就我們委員來做討論的 這不是各位 叫來challenge 而且今天也不大可能 他們做了錯誤的資料 民眾質疑 我們卻沒有辦法 聽到他來做一個說明嗎 這個叫公開透明嗎 我想我們這樣的 請求不過分吧 你們覺得有願意回答我 我想這在環保署 同樣的問題提過很多遍 我們也在環保署 報過很多遍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 再就相同的問題 再重複的做解析 環保署都有的 觀點委員會 都有錄影 也有錄影 那如果各位想看 沒有 白雅圖應該是真是第一次聽見 他是有影像的調查 不是 不是 我想要釐清的是 我很明顯的 把資料提出來給你看 如果去年經濟部長自己表示 那個已經是來不及的事情 怎麼你會 在去年7月的資料 又把那50公噸做出來 然後做為現在的資料來繼續的神移 我原本已經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委員會有所犯罪 可是他的回覆我們沒有辦法滿意 他也要對大家交代吧 我們委員會有討論 那白雅圖不要再說了 因為白雅圖剛剛陳博士的講法 也是聽說 沒有他這次會有影片 說明明有錄到 到時候 沒有關係 那個我們改天 我再補充最後一個點好了 因為剛剛忠友好像一直說 他只要沒有摸到就是沒有事 那之前農友會特森中心的那個研究員 劉敬宇博士 他有寫過一篇從台灣那個 漢昭曹族群選風式的下降台 桃園大潭基地不可取代性 他裡面其實就講到台灣那個 就是招潮蟹就是他只是因為在離岸的地方 蓋了一個堤 然後就造成整個那個招潮蟹的 就是那個族群的大量消失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 不是說你沒有摸到 你就會不會影響到 所以你這個離他們 離保律內政務這麼簡單 你一定會影響到他的生態 不要說沒有碰到就沒事 然後這種法律規定是保護區 古宮裡範圍 不可以填海燒 這是現行法 而且你這次有新增 不同的田地的那個面積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法律 就是應該要走 我們一直想要過關 其實讓我們重量的擔心 好 謝謝 我跟各位補充一下 忠友一直每次都回覆說 這以前在環庭會議上面 都已經有講過都有講過 他們有講過的結果 就是去年7月3號 經過很多次的專家會議 跟審達小組會議的結果 他們講了那麼多之後 審達小組還是決定 他應該是要會覆的 好 這個是他們在環庭會議上面 回答之後的結果 那7月3號到10月8號之間 他增加了什麼 就是我最後給大家看的那個圖 他的港 不管是哪一個案子 都是長一樣大 而7月3號 會覆的原因 就是因為港灣的開發會影響 他根本沒有改變啊 那當然10月8號 為什麼環庭會 待在新制度裡 我們不多說了 好 謝謝 我們就請開發單位 再跟最民眾就麻煩你們的理期 那看我們就要來做討論